歡迎大家來到今日的簡報會 台上兩位醫生分別是衛生防護中心 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醫生 和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何苑霞醫生 先請張醫生說說個案最新的情況 大家好 昨天本港陽性個案的總數 本地個案有1323宗 包括583宗直接經核酸檢測陽性的本地個案 另外成功在網上登記的快速測試陽性 而昨天經核酸檢測陽性的本地個案 就有740宗 另外我們有124宗輸入性個案 包括直接的核酸檢測陽性個案101宗 以及成功在網上平台登記的快速測試 檢測陽性而昨天經核酸檢測陽性個案有23宗 現在累積的個案在第五波有1218025宗 我們在124宗輸入性個案 有74宗在機場檢測到的個案 47宗是6月21日底港 27宗是6月20日底港 34宗是在檢疫酒店找到的個案 另外有16宗是離開檢疫酒店找到的個案 大部份都有很高的CT值 應該是復陽個案 另外有少部份是低CT值的 應該是本地的個案 今天醫管局情報多一宗死亡個案 現在醫管局情報的個案總數是9106宗 另外第五波總數是9184宗 這裏包括了3791宗女性和5393宗男性 在院舍來說 我們有兩間老人院舍和三間殘疾院舍 各自情報了一宗個案 有大部名外父亨苑 有一個職員個案 有兩個近密接觸者需要隔離 瑞康護老中心在灣仔 都有一個職員 有八個 老人家需要接受隔離 基督教懷智服務處 將軍澳綜合復康中心在西貢 有一個職員確診 有六個院友需要接受檢疫 另外救世軍長康社區展能服務器宿舍 在青衣有一個職員個案 有三個近密接觸者需要檢疫 另外在灣仔的聖雅各福群會 希明居有一個院友個案 在那個院舍有七個近密接觸者需要檢疫 其實這個院友曾經去過一間中心 就是聖雅各福群會雅醉天地 他在16日和20日都有去的 我們在那裡 每天大概有30個院友在那裡活動 總共從17日開始發現有六個個案 包括這位個案 其中有七位居住在宿舍裡 即是在老人殘疾院舍或其他院舍 其中有四位包括這位 四位居住在聖雅各福群會希明居裏面 這些都是需要接受檢疫 包括在這七位裏面 另外還有三位是其他院舍居住 這個地方曾經在6月17日之後 去過這個地方活動的人士 是需要接受強制檢測的 在學校來說 有190宗陽性的情報 有101宗是今天測試陽性 有89宗是昨天下午或再之前測試陽性的個案 這190宗的個案 包括了159宗學生 和31名教職員 來自165間學校 這165間學校包括了26個幼稚園中心 80間小學、56間中學和3間特殊學校 在過去七天有63間學校 有兩個或是多於兩個的個案 我們今天建議了以下這間學校 需要停課一個星期 就是在平石的基督教宣導會 宣基小學平石 總共有三個學生 在過去這幾天 就在4D班 是個案 我們這個4D班 總共有24個學生 這間學校需要暫時停誘 面授課堂一個星期 昨天說的聖事提犯書院 昨天說有五個個案在5Y 有一個是其中一個個案的宿友 另外還有一個學生是教5Y的 我們昨天下午後收到三個個案 在同一個宿舍的其他個案 即是同其他房間的個案 總共現在那層樓 就加上之前那六個個案 一共有九個個案 那層宿舍總共有六十一個學生 其餘是五十二個學生 都需要在家居或是在檢疫中心接受檢疫 另外五一師圖號中學 在觀塘 昨天報在二師班有四個個案 我們已經叫了這班 停學了一個星期 今天報多兩個個案 都是在接受檢疫中 現在總共有六個個案 在荃灣聖芳製中學 昨天說的那個籃球隊 昨天說有七個個案 我們暫時叫他們停了 還有那些學生要接受檢疫 現在多了三個個案 現在那個籃球隊總共有十個個案 在那些變異病毒株來說 就是輸入性個案的 BA.2.1、2.1 Omicron 多了少少個個案 總共現在數字是204宗 在本地個案的 懷疑BA.2.1、2.1 有多幾個個案 就是 總共有多了七個個案 其中有五個個案 有兩個個案 就是之前的家人 在接受家居檢疫 一個是順利紀律部隊宿舍居住的人士 另外一個是南灣半島居住的人士 另外還有三組人 就是暫時找不到源頭的 一個是住在荃灣全城會七座 他就是南市25歲 暫時找不到源頭 另外有兩位人士 是住在港灣豪亭七座 一位是女士48歲 一位是女士79歲 暫時找不到源頭 另外有兩位人士 是住在大興邨興泰樓 一位是六歲女生 和一個男士57歲 暫時找不到源頭 另外除了懷疑BA.2.1、2.1的個案 我們還有一宗 就是懷疑在本地的BA.4 或者1.5個個案 就是戴L452R 他在香港機場 Fatex Express工作 每天都有做快速檢測 在6月18日的核酸檢測 是陽性的 CT是27、28 他在亞洲空運中心工作 主要是在辦公室工作 但有時都會去停機坪 做些巡查工作 其他同事 暫時都是陰性的 我們都會 對於他所屬的單位 他曾經去過的食肆 在廚院旗 做過強制檢測 他曾經在6月17、18日 或16日去過飯牙飲食 在亞洲空運中心的食堂 另外他也去過清衣的奔墟冰室 在6月18日早上10時多 他自己住在屯門的嘉才里一間屋 他剛才說的食肆 以及他曾經工作地點的其他人士 需要接受強制檢測 暫時我們未見到其他個案相關 我今天的報告是這麼多 現在請何醫生報告一下 醫管局方面的情況 大家好 現時有509名確診病人留意 當中有77名病人是新增的確診病人 需要入住隔離設施的病人當中 有163名病人住在隔離病房 有13名病人在二線隔離病房 132名病人在北大如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 當中合共有58名是新增的確診病人 昨天請報了3名病人情況危殘 申請報了1名病人情況嚴重 現時留意的確診病人當中 共有15名危殘病人和10名嚴重病人 其中有3名危殘病人正在接受深次治療部的治療 昨天申請報了1名64歲的女病人離世 她並不是來自院舍 亦打了兩針新冠疫苗 本身這位女病人自己有肺癌在身上 並且不幸擴散了她的腦和脊椎 在5月的時候這位病人已經開始善終服務 女病人在6月19日開始發燒 做了快速測試 呈現陽性 之後很快安排她入院 但不幸病人情況急轉直下 最後就是不幸離世的 她離世的時間是6月21日早上7時03分 另外就是過去一天有73名病人康復 當中包括60名病人出院 第五波疫情至今有51,403名病人康復 其中包括51,019名病人已經出院 自2020年初本港共有63,783名病人康復 其中包括63,399名病人已經出院 另外有一名病人在入院西查或院內檢測 發現確診 當中6名同房病人會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員工方面至今有23,948名員工確診 有23,789名員工已經返回工作崗位 又是提問時間 請大家在泛民前先介紹你代表的傳媒機構 後面白色術衫的位置 你好兩位TVB 首先第一個問題想問 平石酸基小學那裏見到三個個案都是小四同一班 為何當局會要求全校停貨呢 另外也想問那種懷疑本地BA4或BA5的個案 其實當局現在評估可能是跟一些輸入個案有關 還是可以肯定是本地感染呢 另外也想看到有些傳媒報道過 在港珠澳大橋那裏 昨天應該有一些幾百名的旅客 在港珠澳大橋口岸檢測結果是不確定的 想問當局是否有這件事 當時有多少旅客滯留 有沒有做福檢呢 他們現在的結果是怎樣 是否離境呢 會不會跟檢測公司的方面去了解一下 或者會不會有些甚麼跟進或者懲處呢 最後想問一下HA那裏 其實昨晚新界西的聯網都停電了 都說過有些緊急的病人需要轉軟的 亦非緊急服務都受到影響 會不會有一個數字去更新 涉及多少人呢 麻煩你 剛才說基督教宣導會宣機小學 平時是那班停課 不是全校的 我們是第4D班 有三個個案 那班停課 那個懷疑BA.4或BA.5 那個是機場工作的人員 因為他在機場工作 也是一個高額人士 應該他沒有離開過香港 所以就是一個本地感染的懷疑 一個輸入性個案 可能是很大機會在機場工作的時候 說有機會感染 但現在因為他都不是跟一些旅客有接觸的 他最多都是停機坪那裏有時走過 所以我們都要看看他周圍接觸的人士 會不會有其他個案 你剛才說的那個在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那裏 剛剛我們出了一個新聞稿 就解釋這件事 或者你可以看回那個新聞稿的情況 屯門醫院、博愛醫院和天水華醫院 昨晚大概7點多時 那時候開始供電就不穩定 各個醫院其實那個後備供電的系統 隨即已經啟動了 在電力受影響期間 各個病房緊急醫療儀器 急症室 以及新冠確診病人入住隔離病房 其實運作都全部正常的 那病人的服務大致都是維持正常 那新界西的聯網聯同基電工程署的人員 其實昨晚都徹夜這樣檢查了所有的設施 那聯網的病人就是 那服務今早已經全部就運作正常 那昨天其實我們有一個病人 需要一個緊急的手術 那就是轉了去博愛醫院繼續接受去治療 那現在病人情況就是穩定的 下一題 旁邊的那位女士 後排 醫生你好 NOW TV 首先第一條問題 想問一問那個最新的群組 聖雅各福群那個希名居 裡面確診的人士 他們在那個雅醉天地的活動 大概是怎樣 可能有沒有吃東西 或者是在裡面玩還是怎樣 還有第二條問題是 想問一問 就是亞洲空運中心那位工作的職員 因為聽到都說其實都是在辦公室工作多 還有可能都是在停機坪的客人 想問一問辦公室的通風系統是怎樣 還有會不會確診的群組 可能都會有得看一個預算 麻煩你 那是一個日間活動中心 就是聖雅各福群會 假聚天氣都是一個日間活動中心 因為他們通常都是一整天的 可能他們互相都會有多些接觸 所以我們都是要求去過那些人士 需要接受強制檢測 那個停機坪工作的人士 我們當然都是在調查中 但因為他們都是一些公益的群組 都是天天做快測和定期做檢測 我們都會要求他們再做強制檢測 下一題 這邊這位女士 第一兩位請問 Dr.Cong 請請請請請 I'm RTHK Englishnews 香港有過 1,000個至少 了一個月 對於兩年長期會繼續 和兩千個個月 要以下2,000個至少 這個問題是 Fro CLP說 是有換回道現在 现在的电源会在未来的电源会不会有的 所以,这会有关的电源会不会影响 这会影响应该的电源会不会影响 而且还有,有关系的额团 提供了不断的运动会在未来的未来的运动会 我们看到了一段时间的短期 会有数据的数据的数据 而且,会有没有指望的数据 在数据的数据 我们希望这些数据的数据 优优优独播剧场—— the power supply, the electrical supply was not stable, so all the hospital has a backup electrical supply, and then it was automatically activated when the supply wasn't stable, so during the supply issue, all the ward, the medical equipment, the A&E, and also the isolation ward were all function normally. So together with the EMSD and hospital BSS staff, they checked all the supply and also facilities last night, and all the functions remain, operation remain normal this morning. The next question. Is there any other questions? The next question. Two of the doctors, you are very clear. Thank you. So let's talk about the second question. The first question. The next question is, For example, I think there are many students in the school that are in the local hospital. The five-year-old and the school that is not the same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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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ame. 原校總共有多少學生和老師受感染呢 還有沒有擔心現在都發展到宿舍會否影響到其他班別 另外想問一問HA方面 昨晚屯門醫院也有說到有個患者在做手術 要轉去第二間醫院做 想問一下那個手術是甚麼 轉軟對患者來說是否有影響呢 最後也想問近期輸入個案有沒有留意到 來自哪個國家比較多 還有接下來暑假會否研判多了 可能留學生回港會否多了 現在的檢疫或隔離設施足不足夠呢 我們回答了這些問題 最後也想問一下 今天有專家建議就是 檢疫酒店之前也有傳播 其實也可以考慮用社會隔離設施去 給底幹事做檢疫會否考慮呢 麻煩你 那麼這些事 我想想問一下 這個大陸宿舍 Une人在說什麼 這間這個大陸宿舍 這間那間那個大陸宿舍 這間的大陸宿舍 你說的是 居住在同一層樓有五個個案受感染 另外那幾個不是同一班 現在新增的學生主要是在宿舍受感染 而之前的一些影響其他班級 但之前的學生暫時沒有新的個案影響其他班級 主要是來自宿舍 宿舍現在包括了五位不歪的學生 就有九名學生受感染 我們也會留意其他班級有沒有傳播的情況 暫時住宿舍的學生需要先接受檢疫 昨天那位病人不是做到一半轉院 其實是準備做急症手術的時候 審診起見就轉過去博愛醫院做 病人做完手術情況一直順利 現在病人情況是穩定的 下一題 那邊的位置 我想問機場的華儀BA.4個案 其實為什麼會覺得它是本地感染呢 還有就是有沒有知道它的源頭在哪裏 還有是否代表本地也有一個BA.4的傳播鏈 還有就是港珠澳的檢測成本商的檢測結果異常 其實那個承辦商華儆都不是第一次出現類似的狀況 所以其實會不會有特別的跟進呢 例如會不會暫停他們現在的化驗工作呢 謝謝 那個懷疑BA.4或者BA.5的個案 因為它沒有一個旅遊史 所以就是一個本地感染的個案 但感染的源頭有機會是一些和輸入性有關 因為它在機場工作 在那裏可能也會有一些高危的情況 不是說在本地的社區那裏有一個傳播鏈的意思 是它是一個沒有外遊紀錄的本地人士 那他就是暫時就懷疑是BA.4或者5 我們暫時就分不住 因為是看那個L452R 要等個全基因分析才知道 我們暫時也覺得 因為之前也有一個懷疑BA.5個個案 在機場工作 那個也暫時找不到源頭 但也相信和在機場工作有關 也可能和一些輸入性個案有關 這也是有些類似的 我想我們剛才說的那個承辦商 我們已經擇成了它做一些調查和跟進 它也要告訴我們究竟究竟的結果 我暫時就沒有補充 下一題 各位女士 你好 經濟日報 首先想問華星那裏 其實看到你出的稿 就說初步調查涉及環境的污染 可否說一下環境的污染其實是甚麼 是不是一個人為的錯誤 還是甚麼原因呢 有沒有說華星其他的實驗室 有沒有都出現同樣的問題呢 聖方正藍球隊那裏的十宗個案 有沒有說涉及幾多個班別 是不是十個都是不同班 有沒有他們涉及的班別要停課呢 聖士提反書院的宿舍那裏 有沒有說即是同一層 有沒有拿過同一層的環境樣本 就是看看是否有爆發 還有其實現在整間學校聖士提反 是涉及幾多個案幾多班呢 宿舍那九個人 是不是真的另外那四個人 全部都不同班 還是怎樣呢 他們檢疫是全部人原子檢疫 還是會送走檢疫呢 麻煩你 等一下 環境污染這個是初步的 我知道有些專家和同事 去了那裏調查 我就不知道那個情況 現在有一些人是有港幣的 那裏調查 還是從未來的問題 是否認識到我 那裏調查 那裏調查 就是從未來的疑惚 這裏調查 也許不認識到我 我們現在的融師 需要那裏調查 即是沒有一些班級是因為有些懷疑傳播而停貨 就聖事提犯那裏他們就要離開那裏 即是不是在原子那裏檢疫 就要看一下去家居環境是否適合 或者是要去檢疫中心檢疫 我們問最後一題 各位男士 你好 AM730 我想問機場停機坪那個個案 剛才說他會在停機坪走過 其實他那個接觸非本地人的機會是怎樣 有沒有說走過的工作是代表甚麼 聖事提犯5Y 剛才說引致宿舍的爆發 其實最後另外四宗個案是否涉及四個不同的班別 還是有些班別多一個但沒有爆發所以就沒有特別 其實華昇那個事件裏面其實那百多個福檢情陰性的人 其實昨晚他們是原子等候還是會安排他們 即是即時去其他隔離施施等等 其實一般的做法是有那些不確定 或者非陰性的做法是怎樣的 最後想問HA的就是昨晚博愛醫院那個轉院那個病人 想知道他的手術是甚麼 他前後有沒有說是驗了多少才開始手術 還有博愛醫院有沒有因為要騰空這個手術室 給他而有其他人受影響呢? 麻煩你 昨天我們說有5Y有5個個案 然後有一個就是另一個班別的人士 就是5Y其中一個學生的同房 即是第6個個案 今天那3個個案都是分別在3年級的3個班別 所以現在那些個案都是分散在5個班別的9個個案 但是全部都是同一個宿舍 所以我們也覺得宿舍那裡有一些傳播 華星那裡詳細的情況 我也不知道他當時的情況 不過我知道他們覆查之後 其實只有3位是呈陽性的 應該也會叫華星那裡安排這些 還有一些不確定 或者3位陽性和9個不確定 他們也會再做多一次檢測 就是安排在家裡拿回樣本 再看看是否真的陽性 因為雖然他們在那個化驗室 就是這個結果 但是我們也有機會 就是我們想再確定這個情況 波 停機坪那裡 其實主要都是停機坪機底 拿些貨物 基本上就不是真的會接觸人 但是以前我們也有一些 類似在機場調查的人 有些情況也可能是遠距離 有時候別人走過也不奇怪 他暫時就沒有記得有這些情況 我們也要看看他周圍的人士 有沒有其他個案 博愛醫院沒有因為這個調動 而有其他手術受到影響 至於手術詳情 都是病人的情況 記者會結束 多謝大家 記者會說他拿回那樣本 他們是否有所謂的 他拿回本身的樣本 做 當時的樣本 有一些是陽性 有一些是不確定 再拿回到法院所 再做 就發現 其實只有三個是陽性 其他有九位不確定 記者會結束 然後這些不確定和陽性的人士 我們都想肯定他們真的是一個陽性 或者不確定的個案 就請華昇再聯絡這九位人士 再做多一次檢測 回家了